那我開始講囉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玩具去哪裏 對,玩具去哪裏 咦,這個小男孩他在找玩具耶 為什麼他找不到玩具 我們來看看好了 玩具去哪裏 他哭了 去哪裏喔 哇,找不到 我們來看看,他的名字叫小羽 說哈嘍小羽 哈嘍小羽 小羽有一個玩具箱 哇,它裡面有好多玩具喔 媽媽說 玩具箱是玩具的家 玩具晚上要回家休息 所以 小羽睡覺前 要把玩具們收回 箱子裡喔 每當小羽睡著 玩具們就開始點名 最早被小羽帶回家的是恐龍 他是一號 大家有看到恐龍在哪裡嗎 一號 在哪裡有看到嗎 這裡 對 恐龍他呢 他是一號 他要負責點名 你看他大聲的喊 二號 二號在哪裡 二號是誰 大象 有大象 有看到大象嗎 哇 大象是二號耶 那再來三號是誰 三號 三號是誰 長頸鹿 長頸鹿 對 那再來是四號 四號好可愛喔 它是什麼東西 獅子 獅子 是獅子 獅子 小baby 對獅子小baby 然後五號 五號這個好特別喔 它是帶在手上的小玩偶 它是一隻大嘴青蛙 為什麼 刮刮刮刮 大嘴青蛙刮刮刮 然後六號 六號 六號 對六號是老虎 老虎 然後七號是小啤酒 為什麼他不會講話叫小啤酒 因為我們看他好像是小啤酒 然後八號是小星星 然後九號是車車 十號是一二三四五 五個衛兵 他們是十號 然後窗戶旁邊 媽媽種了好多小盆栽 小雨把這裡當作草原 要玩大象 玩獅子 玩長頸鹿 哇好好玩喔 而且小雨也喜歡玩大嘴蛙的手偶 他會套在手上在那邊打花 幫他配上不同的聲音 但是小雨常常忘記帶他們回家 又放在那個大草原裡面了 現在小恐龍一號又在點名了 他說二號大象 有 四號獅子他不見了耶 小雨又忘了收玩具 不知道獅子又掉到什麼地方了 昨天已經少了小兵了 小衛兵少兩隻 然後大嘴蛙突然冒出來說 我上次被丟在餐桌上 好恐怖喔 啊不然這樣好了 反正其他玩具都到齊了 長頸鹿說 那我們就先睡覺吧 嗯 小雨放學回家之後 打開玩具箱拿玩具 東找西找 就是找不到獅子 他問媽媽說 媽媽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獅子 媽媽說沒有 你沒把玩具收回家嗎 小雨低下頭說 嗯 很能放在沖壁裡 嗯 小雨心想 沒有獅子沒關係 今天可以玩小汽車跟長頸鹿 結果玩完之後 小雨又忘記收玩具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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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床 小雨迷迷糊糊的下床 一手就踢到了小汽車 小汽車咻咻 就滑進了書櫃下的小縫隙 啊 救命啊 我的車是跑到床底下了 媽媽可以幫我把小汽車拿出來嗎 小雨很急很著急的找媽媽求救 媽媽搖搖頭說 你又忘了收玩具啊 你先去上學 放學回來再一起找小汽車 啊 沒辦法只要去上學了 後來放學之後 小雨就匆匆忙忙的趕回家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一進家門打開門 小雨立刻拿出手電筒 和媽媽一起趴在書櫃下面 用手電筒一直照那個書櫃下面有的縫隙 兩個人左看看 右看看 就是沒有看到小汽車 啊 到底在哪裡啊 咦 媽媽說 小雨你都不愛洗玩具 玩具都離家出走了啦 啊 媽媽我明明有看到它滾進來啊 媽媽那再買一台小汽車給我好不好 我下次一定會收好 不行 你上次也這麼說 但是你還是沒有收好啊 小雨想 沒有小汽車沒關係 那我今天跟大嘴娃一起講笑話好了 掛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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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於是 今天晚上小雨睡著之後 恐龍又出來點名了 大象說 哎呀不用點了啦 現在只剩下我 跟你 還有老虎 其他玩具都不見了 恐龍生氣的說 可惡 小雨都不把玩具收好 老虎很難過的說 我好想念他們喔 只剩下三個 又過了一天 小雨到玩具箱 要拿玩具 一打開箱子 看到只剩下三個玩具 她抱著老虎 跑去找媽媽說 媽媽我的玩具都不見了 然後媽媽說 因為你每次玩完玩具之後 都不會把它放回原位 上次你把老虎亂丟 小狗咬斷了它的尾巴 我還幫你把老虎的尾巴縫好耶 媽媽我以後再也不會亂丟了 你可以再買個新的玩具給我嗎 不行 你都不把玩具收好 我不會再幫你買玩具了 喔怎麼辦 小雨的玩具都不能買了 小雨抱著老虎大聲的哭起來 啊 哭得好慘喔 媽媽告訴小雨 如果你可以當一個負責任的小主人 玩具就會回家喔 這天晚上 小雨在睡覺前 把老虎乖乖的放回玩具箱 還對著玩具箱裡說 只剩下這些玩具了 我一定會好好愛惜 不會再亂丟了 從這天開始 小雨在睡覺前 都會記得把玩具收回家 過幾天 小雨只要放學回家 就會跑到玩具箱 查看一下 檢查一下 有一天 他發現 玩具箱裡面 多了五個小士兵耶 媽媽你看 小士兵他回家了 他很開心的跟媽媽說 耶 我的小士兵回家了耶 然後媽媽一手拉著小雨 一手拉著小士兵說 你最近都有收好玩具 對不對 已經是個負責任的小組了 所以小士兵回來 幫你保護其他玩具啊 小雨聽了媽媽的話 開心的對著玩具箱說 以後每天睡覺前 我一定會記得把玩具 收回他們的家 他們一定會很喜歡我 對不對 對啊我會洗 你會收玩具的嗎 對 你看他們沒開聲音 他們沒有開聲音 因為他們要聽我們講話啊 好 連續好幾天 小雨都會在睡覺前收好玩具 而且很神奇的是 每隔一天 玩具箱就會多出一個不見的玩具耶 好神奇喔 某一天晚上 恐龍又開始點名了 哇 太棒了 大家都到了耶 只剩下小汽車 獅子就說 媽媽應該快要把小汽車找到 然後把它放回來了 太好了 原來啊 原來啊 這些玩具會跑回家 通通都是媽媽找到的 媽媽是不是很棒啊 對 隔天小雨驚喜的發現 小汽車也回家了 玩具箱裡面 還多了一隻小猴子耶 好棒喔 竟然還有新玩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開心的跑向 跑去找 告訴媽媽說 小汽車回家了 而且她還帶來小猴子這個新朋友耶 媽媽笑著回答說 因為小雨是個好主人 所有的玩具都愛跟你回家喔 太好了 小雨現在是一個很棒的主人對不對 欸 結束 玩具要收好喔 呵呵呵 可是他們 他們現在幾歲啊 他們都 一個十三個月 另外一個是三歲多嗎 還沒有到要收玩具的時候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有另外一本 比較簡單的 有一個要進來了 Angela 好進來 We have a new friend 哈囉 尤其不要摸這個會很痛 睡著了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吧